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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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咪菲 我現在聲音盡量很小聲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人是在往東北的新幹線上面 那我們今天要去的地方是岩壽縣 那邊有個安比高原 有一個度假村 我們要去那邊度假 然後在那邊體驗滑雪 我們要準備出發囉 字幕提供 我們現在呢 veloc Gold 我們現在呢在的是安比高原的站 然後這個站呢我覺得算是比較鄉下了 所以比較兒節奏一點 然後呢 我第一次看到水 我剛以為就是踩在水上面會直接這樣踩上去 結果我沒有 就踩進去是這樣 然後我們要準備搭他們的接駁車去到他們安比高原的度假村園 走囉 好 這邊我們可以邊看雪邊泡龍泉 而且還有邊上邊 如果肚子餓的話應該可以去看 飯店很厲害 我這飯店裡面有廁所 很棒吧 好鬧 現在我們已經剛吃完早餐 現在已經隔天了 那我們等一下要去體驗的是滑雪 那滑雪場就在旁邊 所以離我們換衣服的地方很近 這邊是可以租他們的一些配備 像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你可以租一套啊 或是你自己有自備的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你只需要一些 比如說他們的鞋子 護護鏡 雪板 雪橇等等之類的 你就可以這邊單獨物件 那如果你是一整套的話就是這邊 我們今天是一天的價格 所以是8300日幣 台幣的2400就可以體驗到 而且是一整天囉 可以看一下後面有很多size 就是有sml的 而且還有小孩子專用的 所以它的配備其實蠻齊全 然後後面有很多不一樣size的鞋子 可以換起來 那我們這邊的價格8300 它上面是雪橇或是雪板 只能選一種 但是因為今天呢 我們是工商大使 所以呢我們兩種都會體驗到 我們就先趕快來換裝備 去準備滑雪吧 來 好像那個太空了 太空了 太空了 我的腳好重喔 嗨各位觀眾 我現在好累喔 感覺很像在半磚 然後很多雪花一直飄到我臉上 好爽喔 可是睫毛上面都是雪花 對 還蠻美的 哈哈 穿他們的這個套裝 你完全不會忍 可是你會覺得很難走路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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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在那個 安米高原花雪場的外 然後今天的雪其實有點大 所以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我花起來會 怎麼樣 跌到幾隻才算成功的 不要 然後我們又飛出去 有 上手了 這樣滑很快耶 你們在幹嘛啊 啊 好好玩喔 蓋起來耶 這要怎麼拍 我們上次 我們現在在藍色上面 我們現在要去山頂地方 等一下就可以咻很快的滑下來 算有點可怕 然後呢 它外面有一個罩子 所以其實看不到外面 剛剛好玩 那我們現在要準備滑下山坡去了 你覺得 今天很刺激 這邊感覺可以一鼓作氣滑下去 對 哇啊 啊啊 阿 開來啦 過去了 你在這邊坐雪天子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第二天體驗Snowboard單板滑雪 這時候天氣更糟了 大家看到我都快站不起來了 不過跟第一天體驗的雙板滑雪板感覺又非常的不一樣 因為Snowboard它要的是整個身體在那邊擺動 但是這個Skid只要運用雙腳 其實就可以很快速的煞車或是轉彎 那這個度假之外呢還有很多不同體驗 記得看下去吧 那接下來我們要體驗的是 然後我們這邊有個雪上版的香蕉船 我們想拉著我們就上面往下衝 我們去負責看吧 我們現在上船了 這個衝好 我們好像被半豬dy老 半豬 삶 啊~~~~~~ 啊~~ 你看我們都是 臉超痛的 太棒了太棒了 啊怎麼辦 好像我們要來體驗最後一個項目 就是越野車 越高這一台 那沒有剛剛香蕉船那麼刺激 多記得這副好像好多了 不然剛剛眼睛都睜不開 我們就去體驗最後一項吧 出發了 預演車 這就是我們的預演車體驗 我這張都是選 今天的我們學場體驗結束了 我們趕快進屋吧 這個度假飯店除了滑雪體驗 室內設施也是很多元化的 像有建設房攀岩場桌球室 還可以歡唱卡拉OK 而且我這邊還有體驗了安比高原的自然學校體驗手作花圈 還有很多相互很適合學家一起來度假村喔 廢話不多說我們要去吃晚餐囉 好我們剛剛回飯店休息一下之後呢 我們來到我們晚餐 這個晚餐呢一樣是他們滑雪場這個度假村裡面有包含的 然後這家餐廳叫做七十玉 那它除了有一般的外面空間之外還有包廂 我們今天來的是包廂 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吃的晚餐是毛蟹第一道料理就很厲害 來看看吧 晚餐很豐富的是螃蟹大餐 有毛蟹炙燒螃蟹味噌湯等等 我們吃的每一道料理裡面都有螃蟹 旁邊都是寶寶的 很多人都不想吃 好驚人 Á… 接著我們進去 夜宿… 夜宿… uchyiff… 夜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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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喔喔喔喔喔好痛喔 超像老人 像我們人在安比高原度假區 他們這邊有一個戶外溫泉 就是如果你不想要從事滑雪啦 或是一些他們的雪上遊樂設施的話 你可以來這邊這個叫做白樺池 他們可以來體驗戶外泡溫泉 對,就是一邊泡溫泉看著一邊旁邊都是雪 其實還蠻特別的一個體驗吶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你們也可以來到這個安比高原度假村 我覺得非常適合親子交友一起來 當然情侶一起來是可以的 因為他們也是會有比較平價的房間讓你可以住 而且早餐跟晚餐都非常的好吃 那我們影片就先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許記得幫我按一個讚 並且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你們有沒有來到這邊的經驗呢 或是熱騰滑雪經驗 歡迎都在底下留言和我們分享喔 那記得要訂閱我按下小鈴鐺 小鈴鐺留到新影片上次的通知 我們就下集再見 小鈴鐺到新影片下集再見 掰掰